今天首先要登场的是谁呢 掌声有请 你们好 你们好 到这里来 大秦你好 你好你好 小秦你好 王芳姐好 好久不见你了呀 见到你特别亲戚 你怎么还那么美呢呀 是吗 你想我多一点还是想她多一点呢 都想啊 如果只能选一个人想 你会想谁呢 不要这么为难我 其实 大秦和小秦上了我们的节目之后 忽然有一天就成了网络头条 对不对 那一期节目 一期大王小王节目 在网络上点击超过了1.5个亿呀 谢谢大家 你们知道你们被点击了一个多亿吗 没有想到 这是这么多年来很少有的 是的 而且多么正能量的一个故事啊 他们的故事到底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通过大屏幕来了解一下 2015年4月1日 小玉和韦华做客大王小王 小玉身高77厘米 在我生意来的时候 我就跟正常的小孩不一样 韦华身高一米七七 身高相差将近一米的他们 从网友成为了恋人 其实在家里边不能坐是吧 不能坐 来 来 他们相恋五年 就在即将领证结婚的时候 小玉却突然提出分手 我是坚决的分手 不是 我不能分手 我真的想要她拿分手 这骗多少钱 160多万 这个房子也压了出去了 两人再次来到大王小王的时候 已经成功领了结婚证 我听说你们俩现在还有一件大事 有房子了 对啊 哇 相信不到10万块钱 2015年6月3日 大婷和小婷结为夫妻 天哪 这么美啊 小新娘 她是那句话 不管健康疾病 心情互贵 我希望他们能一直走到最后 我的最新娘 嗯 安逸 安逸 今天他们再次来到大王小王的录制现场 又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好消息呢 非常感动的一个时间啊 就是一个会让多少网友为之感动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相信一个完全没有办法跪下的人 可以这样的一种方式给他的太太求婚 是的 其实他那一跪啊 真的让我很震撼 女儿 她的那句话 不管健康疾病 贫穷富贵 我希望他们能一直走到最后 作为夫妻 最好是能同患难 又能共同 共富贵 我们希望能走到最后 我爱你 你们 可以干嘛 看着过往的一夜 在海角和天边 画出一道美丽的缺陷 不明白 我的所有系统 一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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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过往的一年 折磨不掉对你的思念 我不会走 从今来是很可爱 不会再冷靠的一切 但是其实你的身体是很不方便的对吗 是的 就是这里 就是如果没有这个轮椅你能走吗 走吧容易摔倒 摔倒也起也起不来 对 所以这轮椅成了你的拐棍 是 你等于找了个拐棍 还找了个媳妇 你咋那么会找的 那如果你要找不着这个媳妇 找不着这个拐棍 其实你走路还是不方便的 是的 很不方便 而且当时你说你的身高是多少来着 18厘米 78 你是 一米七八 整整相差一米 那你要出门的时候 你有没有抱着它的时候 没有都是腿 所以 那像你们这样的情况 比如说你们从 你们从东北来吧 是的 从东北来这一路 倒火车呀什么的怎么办呢 对 坐 坐 出车站的时候是抱一下 把它抱着放在位置上 所以也就是说 可能 所有的过程 你都需要人家帮你 对 你自己的身体哪里能运动 胳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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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胳膊呢 动不了 能动 但是站着是不行 你这个是什么疾病啊 我是 我妈 那个怀孕我的时候 打宝胚 都是打的 哎呀 太可怜了 上次妈妈也来了 对不对 妈妈现在对你们俩的生活 放心了吗 嗯 怎么说呢 当父母多少的 还是有些担心吧 但是我会让他们放心的 请问一年半的时间 对 一年半 你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快给大家显摆显摆 呃 我的变化呢 首先呢 是非常感谢我们大王小王的帮助 然后让我的变化 就是说越来越好 呃 第二期的节目呢 也是给大家公布了 我自己所买的房子 买一个楼房 一楼的 这是你们自己的房子 花了多少钱呢 亲爱的 哇 将近不到十万块钱 然后现在呢 我来给大家公布呢 就是说 呃 我自己的房贷 已经全部还请了 哦 都是靠你们自己吗 对 你们什么还请的 呃 我就还是开着那个网店 然后现在呢 呃 我也是一边开着网店 再加上我的手地上 也卖的化妆品 那你这网店能赚那么多钱吗 呃 就是两面一起做吧 两面一起做 哎呀 老板啊 嗯 他不是啊 呃 你新老板啊 哈哈 反正现在怎么说呢 嗯 靠自己的努力 也是靠大家的帮助吧 然后现在 我卖的化妆品 也有自己的小团队 然后也可以 哦 你还有小团队了 对啊 天哪 那个你那房子 房贷还了多少钱呢 呃 不到八万块钱 都还清了 太棒了 咱们把这钱还清之后 你们俩会不会 老嘚瑟了 老骄傲了 没有没有 人得低调一点 那咱们从那内心 小小骄傲一下吧 嗯 内心对于我个人来说 感觉 特别骄傲吧 呃 你的那个店叫什么名字 我能帮帮你吗 能帮你宣传一下吗 还是曾经 王宝姐和王导 给我起的大琴小琴 在淘宝上对吗 对 大琴小琴 对 现在生意还不错啊 对 卖什么化妆品呢 呃 可以说 我的手上它写的 DHV 哦 DHV的一种化妆品 是国产的吗 对 嗯 那现在呢 你在这个销售团队里 已经算小头目了 嗯 怎么说吧 对于呃 我们公司也好 还是说呃 我们自己团队也好 他们都挺认可我的 呃 由于就是说 你怎么找到这个这个唐家的 因为我是通过我们当地的一个爱心公益的一个姐姐 哦 她是做这个的 太好了 大琴小琴就能就能做得这么好 哎呃 我我擦一气行不行 当然可以了 后天我们要去这个团队去国家会议中心参加一个会议 哦呦 后天去 国家会议中心 是是是是 你看人家大琴小琴 你看你大王小王混的 你是国家会议中心的出来 我们这个我再凑这个秘密 我们这个团队 所以五月几号要去联合国参加说国际推广 哇 耶 哎 怎么怎么 听你五月 王老师啊 您这是高兴呢 还是嫉妒呢 还是羡慕呢 还是恨呢 这就差不多了 换下一个人吧 说太多了 这心里闹心 联合 联合国都去了 这就 所以我在想啊 我能不能理解为 这两年你们的生活是 翻天覆地的变化呀 用这个词也挺好的 是翻天覆地 以前你们是不是想都不敢想啊 真的不敢想 一上一些节目 我觉得都不敢想 你要去联合国了 对 哦 你要去纽约了 对 哎呀 我的妈呀 那非十几个小时 你能受得了吗 可以 什么都是要靠自己坚持 天哪 你也去吗 他是我的助理 我前几天 我们已经去过迪拜了 有八个小时 毕竟没死 哦 你俩去迪拜了 迪拜都去了 我们的团 哎呀 我的天哪 这这就 这不带这么玩的啊 那个什么 下一次那个什么 你去联合国的时候 有没有去迪拜的照片 会都发给我们 有 有很多很多 在翻船酒店 用餐的酒店 哦 还去翻船酒店了 在那用餐 哦 还往那吃饭 那可是 七星级酒店吧 应该是 是这样唯一的 那现在是不是走到那 好多人都知道你呢 嗯 反正就是走到那 都是有人要跟我喝呀 跟你合影了 在迪拜也是这样吗 在迪拜 在迪拜有合影了 哦 他们看过你的视频是吗 哎呀 我也能推轮椅 就让你老公歇歇 我推着你去 而且 王老师 您要推着小琴的话呢 您这身高 还差一百零五个厘米呢 您还有高出五个厘米呢 对呀 我就 这是大胖小琴 第一次出国吧 不是 第一次出国 我们去曼谷 曼谷泰国是吧 泰国去 还看你们这两年没少跑啊 5月23号 今年5月23号去的曼谷 然后这次又去迪拜了 哦 是4月22号 你去了迪拜还是也去了阿布扎比啊 去了阿布扎比 青天市 带的是这个轮椅吧 是是是 出国都带着小琴 那会不会那些乘务员什么的都特别的关照你啊 是 哪个国家都有绿色通道 我们都是优先的 哎 我突然觉得时光像倒流啊 一年半以前他们来录节目的时候 真是他们人生的最辛苦 还苦哈哈的呢 对 因为他们当时有外债 我记得是吧 有外债 有外债 然后呢 妈妈又反对他们俩的婚事 就是一切不顺利 他一说起来又掉眼泪 一年半以后 人家都世界各地周游了 是不是 哎呦 所以我今天就是说 想对电视之前的各位就是像我们这样产逆的朋友 不要为自己而支配 人怎么说呢 没有十全十美的 只要咱们有一个健康的心 有一个聪明的头脑 一样可以活出自己的一片天 哎呀 太好了 其实我真的觉得 一个这么正能量的故事放在腾讯头条 点出一点五个亿来 这就说明我们中国人 我们需要这样的一种正能量的故事 我们需要他们这样的生活态度 是的 所以我也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过两天去国家会议中心赶紧的啊 然后我会到你的这个网店里再多买一点 送给大家 然后希望你这个月的销量更好 好 谢谢王范姐 在淘宝大琴小琴的网店中 希望大家能够支持大琴小琴 可能你每买一份东西 对他们来说 就让他们的生活质量更好 我希望他们俩就这样携手 真的能够周游世界 祝贺你们 谢谢 好的 给大家拜个年吧 好的 然后在这里呢 我们夫妻二人 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每天都有一次好心想 大王小王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来自山东早上的辣子鸡姐 李大翠 我是李二岁 我是西晚宫的宗宇轩 在这里祝愿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在新的一年里 今年行大运 大吉大利 心想事长 万事如意 下一位嘉宾到底是谁呢 咱们掌声有请 大家好 我是一个普通的爱唱歌的服务人员 大家猜一下我是谁 来 请看大屏幕 到底是谁 是谁 王老师 这回肯定是我说的道二 就是下面的 倒数第二个对吗 对 来 掌声有请 亲爱的新年好 孟姐好 你好 新年好 你好 孟姐你好 你这根本就不用戴着 我跟你说啊 你就想弄成啥样 我都能够一眼看着你 不过这面具好漂亮 是吗 谢谢 对呀 感觉特别美 先给大家拜个年 大家好 我是快递小妹 季佳非常开心 在2017年的新春 佳节再次来到我们这个舞台 祝大家第一年大吉万事如意 哇 来来来 把这摔下来啊 很漂亮 季佳呀 我跟你说 我是琢磨的少看电视的一个人啊 有一天呢 我大概七八点钟吧回家 就随便一条台啊 就竟然看到你在录星光大道 对 然后我当时说 哎 我怎么 这也没告我一声啊 我就拍了两张照片 发到了我们的工作群里 哎呦 大家都为你高兴 为你骄傲啊 怎么样那些成绩还不错吧 呃 还可以吧 因为我觉得能上当的舞台 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了 对啊 对 季佳第一次来的时候猛哭 你还记得吗 记得 呃 那是 在去年的这个时候 跟现在只差三天 哦 十二月吗也是啊 十二月二十六号 那个时候 好像你的人生是灰色的一样 对 那时候就是觉得 没有什么方向 然后就是所有人都在反对我 只有我一个人在坚持这样 最重要的是跟老公分居了 我记得 对 是 呃 就是因为唱歌这件事嘛 然后他觉得有点 无务正业 就是 挺反感的 呃 就是因为一次演出 然后他说不叫我去 然后就 他就回家了 回老家了 呃 然后来这的时候 我应该是 女家脱走 对 来这的时候应该是 已经有分居了 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就俩人没见面 后来呢 我们就 记者就想去拍一下他老公 结果 你还记得吗 记得 然后他老公说 再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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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们记者下蒙的 说这记家找一啥人呢 这是 但其实后来 发现他特别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当时的情况 我现在是一名快递员 我亲爱的 2015年12月26号 快递员记家 来到大王小王的舞台 一盏歌喉 然而歌声动人的他 却没有人支持自己唱歌 我爸爸极度的反对 我爸爸那个 他这个人还挺多 看他俩 我老公也极度的反对 我不是他唱歌 你别录了 别录了 你家的丈夫家中贫困 两人刚结婚 就背上了九万元的外债 他认为 如今两人应该 好好赚钱还债 而不是想这些 不切实际的事情 我结婚是 刚给他盖的房子 花了八万 有五万是借的 结婚给了我这四万 都是借的 我就是从内心 不愿意他唱歌 我朋友跟我朋友 实在是借不到了 记家还记得当时吗 大王小王是我 人生当中第一个舞台 我从来没有想过 我作为一个快递员 可以站上这样的舞台 然后展示了我自己 也解决了家庭的一些矛盾 另外就是 向所有的人 展现了我们 作为快递员的艰难吧 尤其是现在 就是天气不太好 又有很多人 开始不理解我们了 就是每天都在接投诉电话 这个工作是一个 高薪的职业 我们都承认 但实际上 这是一个高危的职业 我们在路上 每天都会遇见车祸 对呀 关键记家 你现在在你们那个快递公司 已经应该是明星了吧 对我现在是店长 我是店长啊 对 也其实也跟这有关系吧 另外就是说 因为我的这个上天市 这个曝光律 就是有很多的女性 开始加入我们这个行业 我手底下就是七八个人 都是女的 天哪 他们都是 爷爷妹妹们 对 都是在很快乐的 然后很辛苦的 在做这一份职业 希望给家庭减轻一些压力 我能打听个隐私吗 就是这快递员 普通的快递员啊 如果他努力工作 这一个月能赚多少钱呢 就非常努力 非常努力 在我们当地的话 四千多块钱 我们当地的房价 就在三千五左右 已经很高了 工作很高了 那也就是说 工作一个月 能买一平米房子了 对 那已经是非常不错的职业了 但是要从早上干到晚上 十二个多小时吧 我们也是这样 要从早上干到晚上 所以哪个职业都不容易啊 是的 老公呢 老公支持吗现在 现在很支持了 真的呀 真的 那么厉害的老公 都有变化了 那你想 我亲自修理过的人 怎么能不听话呢 那也就是说 这个 你老公上次 跟那记者说完话以后 他是不是特别 你老公特别担心 我们放这一段吧 我不是他想 但是你别录了 别录了 回家很多人在说 他就说你不愿意 是你不愿意 但是你不要 就是这样一个态度 那就说明 这节目看的人挺多呀 对 是 在我们当地 我就是我自己这个转发量 在三十万以上了 能不能帮我连线一下 一家的老公啊 来试试啊 你估计你老公 对我能客气点吗 他估计 他非常想念你 真的 因为我们现在在做生意 所以他来不了 做什么生意呢 我们经营一个 中国体育彩票 哦 已经开始做生意了 对 是的 天哪 你这生活变化太大了 哎呀 你这得请我吃饭呢 对 必须的 老公请啥来着 请李 李湛羽 李湛羽吗 喂 王达 王达 王达好 那个 我们这正表扬你呢 说你当年 对你老婆特别好 也不跟你老婆发脾气 就是让干啥就干啥 这个 他们说的对吗 对啊 对啊 那个请问 你还反对你媳妇唱歌吗 不反对了 咋不反对了呢 现在支持他唱歌了 哦 支持了 那也就说 以前反对是 是不对的 对吗 我今天我们那个上次被你训练通的摄像 还有人等你着呢 说你准备请他喝酒呢 你也没来 还等着呢 还等着呢 有时间我去看看他 有时间来看看他 就好好支持这家 好 过年了 给大家拜个年吧 行行行 那个住院那个 方姐姐和王岛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你住院咱们大王小王栏目 越来越好 收视长红 谢谢 哎呦 还嘴都会说了 谢谢 好的 谢谢 谢谢你 再见 你老公现在可以啊 呃 就是做这生意之后可能会提高一下交进能力 就是他以前是确实是太不爱说了 哎 蒂家你现在有没有一些演出了呀 呃 有很多来找我的 但是我还是在就是 听我爸爸的话 然后再坚持我这份职业 就是除了做节目 我就是上班 你坚持你工作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你也应该多出来唱唱歌 因为你唱得很好 谢谢 呃 今天为我们大家带来一首什么歌 呃 今天带来的是一首追梦赤子星 好 来 好 宠爱鲜花的世界到底在哪里 如果它真的存在那么我一定会去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处理 不在乎它是不是悬崖峭壁 也许我没有天分 但我有梦的天真 我将会去证明 用我的一生 也许我手比较笨 但我愿不停抬许 付出所有的情 存不留遗憾 向前方 迎着冷眼和嘲笑 生命的闪耀不离寂寞 我难怎能看到命运它无法让我们回地交扰 就算鲜血打满了怀抱 继继续跑 带着赤字的骄傲 生命的闪耀不坚持到底怎能看到 雨去勾沮沉 穿不如曾经燃烧吧 有一天会再发芽 不脱帅 不脱血 直到天了 哎呀 真为你高兴啊 季佳 其实 呃 虽然不常联系 但是我们一直很惦记你 对 就是我想说一件事情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快递系统里面 有一个东西叫无头件 就是说这个到了分母中心了 没有单子找不到实在件了 我们内部系统都可以看到 然后有一天我在帮客户找件的时候 我突然就看到了方姐的书 你就当时我那种心情 就是我觉得 好像你一直就在我身边 一直鼓励着我 因为如果没有 大王小王 就没有现在的我 所以我特别的感谢你 对不起 其实我也非常感动 我很惦记这个舞台上来的每一个人 但有的时候确实是 时间啊 精力啊 不能够达到 但是我每次有机会的时候 或者看到他们更好了 我比我自己更高兴 因为技嘉 我希望你们能给他们一杯热水 给他们一个笑脸 哪怕说一句你们辛苦了 所以技嘉你要知道 你的每一点进步 我都在看着呢 我期待你更好 还今年准备要个宝宝吗 2017年准备要了 终于要准备了 对 我期待你到时候一家三口回到这个舞台 好 好吗 好的 谢谢技嘉 谢谢 谢谢 加油啊 谢谢方姐 加油 来 这边 大家好 我是李超 大家好 我是刘尚潘 大家好 我是大秦 大家好 我是小秦 我是新晚宫郑宇轩 过年了我和我大哥在家祝大家 新年快乐 合家团圆 大吉大利 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新小市场万事如意 掌声有请下一位嘉宾 十五的月亮 正常了解空有 未来不忘却 没有雨的海 我正带着泪滴的姑娘游 你为此爱我才爱不到来游 来 掌声有请 哇 您好 大家好 天下你都这么漂亮了 你好 你好 黄老师好 你好 太高兴了 太高兴了 天啊 电话好大呀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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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老师好 天哪 这个 大伙无情人有情 无私解难欲真情 谢谢 谢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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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电话也太大了 你这是拎的傻 老陈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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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三基人 太适合王威念老师了 天天要求吃醋 我想知道啊 这个 这半年来 在你身上发生了很多故事 对吗 对 可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 我们先通过一段短片来看一看 当时的情况 你就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感动了 来 请坐 二零一六年九月 李苏芳一家人来到了大王小王 她已经还非常特别漂亮 你能干吧 李苏芳 能干 汤汤汁 两年前的意外烧伤 彻底改变了苏芳的生活 摸了一下你的胳膊啊 整个都是硬的 扎掉了这么多 这个就伸不起 那合上也合不上吗 合不上 烧伤后的李苏芳情绪十分不稳定 并将自己的情绪转到了丈夫身上 她的妈 她也不让我回去 今早跟我提出了以后 你就不打算活着了 是我恨死自己了 但丈夫始终不离不弃 你是非常坚定的对这份爱情 非常非常坚定 哪怕她摘了紫乌染 我都不离开她 消沉了两年的汤 经过主持和专家的劝说 在大王小王重新找回了自信 我从大王小王回去之后 一定变个人 一定给你个很玩意很满意的老婆 为了帮助故方 我们还送给了她一份礼物 在北京有一家非常好的医院 愿意接纳你 谢谢 四个月过去了 祖方有着怎样的变化呢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注意到 当时呢 她在跟她丈夫拥抱的时候 是哪只手 左手是吧 她永远手里都拿一张纸 为什么呢 因为她的手当时是这样的 她动不了 永远都拿本书 或者拿一张纸 来掩盖她 胳膊不能动的这样子 对 她感觉就连看不出来 也就是这个姿势 她是做火疗自己 没有做好 大家看到她的手 看 她手里永远拿一个这个东西 你当时情况好严重吧 特别严重 而且她是老实自杀 寻思逆活的 你当时也不得安心 你想想当时和现在简直是 我感觉就是 往下不远 往下变了一个 胳膊上的痕迹也许了 好了很多吗 这是二次治疗 大家现在中等好了 这个功能都好了 还有 还得有一次治疗是吧 对对对 这半还得有一次治疗 但是这个功能都恢复了 一定是 特别的保持 是全部免费吗 全部免费 太感谢了 这个治疗 至少的二十万 对至少的二十万 超的二十万 至少的二十万 全部免费做的 全部免费做的 你这个胳膊完全没事了 这个功能上是完全没事了 洗脸洗头发都可以 哎呀天呐 我觉得既然你做了这么好的事情 我们要感谢人家 就应该感谢他们 对一定的感谢 对对 我们做了一个短片 我们去看一下 节目录之后 编导就带着素芳 来到了医院进行检查 了解了素芳的故事后 这家医院提出可以免费 为她进行手术 就刚才看了你这个烧以后啊 整个这个烧情比较重 我们要是给你做完以后 能把这个素解到这个 起码是怎么自己都可以解决 一个月后 素芳再次来到了北京 并在2016年10月18日上午8点30分接受手术 本来预计三四个小时就能做完的手术 但到了中午 手术还没有结束 不然她小意外 因为她那个医界下巴 她有个洞 有一个掐 她的这个受伤太大 我应该把这家似算是 强度的 强度的 有一个人 看见她的 你都没出来了啊 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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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儿呢 我非常地感谢 咱们大碗小碗南部队 还有咱们医院的帮助 我们以后家庭会越来越好 我们所有人都听见 好感动啊 这个医院 被医院特别地感动 尤其是医院就 我就感觉到我就不是病患 就感觉到就跟家人一样的 特别好 特别感动 其实我真的没想到 因为这件事 我就是当时打了一个电话 我都没有再一次 跟医院的领导通过任何一次电话 但是他们一直都跟我说 他们说姐你放心 大碗小碗的事 就是我们所有人的事 我们一定会给你处理好 你不用管了 我真的是感谢感谢感谢 谢谢这些朋友们 真心感谢 最关键的是你的状态好了 是 不会一下找回了幸福 对 还离婚吗 不离了 还跟这世界说白白吗 不会的 活着真好 是不是 对 这个现在 还跟你吵架吗 现在不吵了 好了吗 现在他每天对我都很开心了 对你特别好 你看人家遇这么大事 对你不离不弃 是不是 你啥都别说了 好好教育孩子 好好感谢医院 好好和我们一块做公益事业 好不好 为社会做出更多贡献 是不是 老师 你少了一句话 好好对你这个丈夫 因为这个丈夫 我特别感动 刚才他在手术室外边的 那个状态 应该是他要比你在里面 做手术还疼 我觉得一个男人 如此地爱一个女人 值得这个女人 为他一生去守候 来来来 给大家带个眼花 特别感谢大王小王 老木祖 也特别感谢医院 在此之前呢 我就特别天天开心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更重要的 你要告诉大家 什么时候都不要有 那种傻的面头 放弃生活 对不对 对 其实就是 我觉得作为一个人 就是开心快乐 尤其是正能量 这个社会 爱心人士很多 只要爱心大 事业也会大 将来都会大 我感觉 抬头看天 看的是蓝天和白云 低头看地 我看的是 淤泥 还有艰难的控制 我感觉 这还一块一块的了 这手术座的 这连嘴都方便了 谢谢 谢谢两位 再见 再见 谢谢 大王小王的朋友们 大家 各年好 我是 日子姐 刘玉华 我是董月瑶 大家好我是李超 大家好我是游上涛 我们是杂妮许家 我是妈妈 王炭 我是二姐真萍 我是小妹真萍 我是来自山东找到的 辣子鸡鸡鸡 李大翠 我是李二翠 在这里祝大家 今年行大义 大吉大利 国家团人 万事如意 一年快乐 幸福安康 大家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